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 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四川和云南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贵州的毕节 那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我在毕节的好朋友小鱼 小鱼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毕节 你看 我知道这个毕节是遗族聚居的地方 所以小鱼特别贴心的也为我准备了一身遗族的民族服饰 既然安妮来到了毕节我要问问你 你知道毕节名字的由来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提个醒啊 你看到城门楼上那两个字没有 这写的是笔基 对 跟它有什么关系呢 古时候呢我们毕节的遗族分支叫笔基 汉文化融合之后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毕节 哦 那既然知道了这个毕节的由来 接下来该带我们逛一逛了吧 跟我走吧 走 毕节被誉为古仪圣地 位于毕节大方的木俄阁古城 就是人们了解古代遗族文化的最佳去处 它始建于蜀汉时期 是遗族古罗殿王国的首府 明朝时开始成为贵州宣卫府驻地 贵州宣卫府 小鱼啊 这宣卫府是干什么的呀 宣卫府呢 是中央任命的三品大员 也就是遗族吐司办公的地方 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官员 那么大的官呢 对啊 我发现啊 上面用的是这个两只小老虎 中央还有一个葫芦的造型 别说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 其实遗族呢 是一个崇龙上虎的民族 遗族在迁徙过程当中呢 遇到过洪灾 然后遗族先民为了 让子嗣得以繁衍生息 于是屋就把同男同女 放在了葫芦里面顺流而下 遗族才得以繁衍生息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到宣卫府里去看一看 好啊 中央老虎 大家这说的是什么呀 止路老虎 是我们遗语欢迎您的意思 哦 谢谢 谢谢 可我看这手还要这样是吗 我们遗族呢是行鞠躬礼 而不是跪拜礼 好的 走 谢谢大家 贵州宣卫府占地约五万平方米 是贵州规模最大的遗族建筑群 它背靠云龙山坐东北向西南 呈中轴对称的布局 主要由八个院落和九间宫殿组成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眼前的这座宫殿 作为首领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 共度商业与下青年的 国瓦节式仪 安妮 这就是王殿 这大家这是在做什么呢 这是在模拟遗族吐司 和各部族首领之间的 一个议事的场景 我发现这吐司还是为女士呢 还挺漂亮 是不是 我们遗族是一个男女平等的 少数民族 但是这各部族首领 都是和吐司王一样 是可以坐着的吗 对呀 这也充分地体现了 遗族人性化平等的管理制度 是这样 除了王殿 宣卫府还包括了军事 水利 交通 外交 司法等部门 哎 小鱼儿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我的遗族的文字 飞科动骨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时的刑部 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门 哦 小鱼儿有何事宜尽管爆来 本官替你做主 大人 我还真没什么事 就是想问问您这是干什么用的 哎 这个东西很奇特呀 哎呀 四边还有这像触角一样的东西 这还真把本官给问住了 好 毕竟真漂亮啊 哎 那江车问题来了 刚才最后面那个 那像一个坛子 像一个彩色地雷的那样一个东西 对对对 是什么呀 哎 这个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了 哎 两位喜欢喝酒吗 哎 孟严老师爱喝 哦 孟严喜欢喝酒 其实那就是一个酒坛 酒坛啊 哎 可能会放在这个行堂之上的 为什么要放它呢 因为宜族爱酒 在宜族民间有一个习俗 叫转转酒 就是乘一碗酒 然后你喝一口我喝一口 哎 小冬喝一口 就一杯酒 对 转着喝 转着喝 杯子换不换 不换 不换是一个关键点 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来了以后 会吵啊 会闹 这个挺新鲜的吧 哎 闹了以后 大家法官不慌进入这个审判程序 先给大家每人抱着喝一口 喝了以后情绪稳定了 先做庭外和解工作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最后可能没有审判 大家就 就调解了 就和谐审判了 就靠这个酒调解了 对 但我觉得酒喝都本来没调解 一喝酒不是更来气了吗 吵得更厉害了吗 像你这样的人可能会是这样 我们遗族性情耿直 就说我先理解他 对 就是说一看到酒爱的东西 然后喝一口就定了 可以安定 平息了情绪 平息情绪 你想 一个杯子 不换杯子大家转着喝 它代表一种什么呢 感情 彼此信任 它不光是感情 它是信任 就是酒里面没毒 我能喝你也能喝 很难 如果能转一圈喝下来 这事也没有多大的事 无非就是我占你们家一点地 是吧 你这个 你呢 是吧 跟我老婆拌嘴了 小事一装 是喝的 那为什么弯来弯去 我们发现孟爷老师这个很敏感 它其实有一个回水弯的作用 前一个人喝过了 那么他喝过的酒呢 就沉在这个弯里 就不会回到潭里 那下个人喝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回水弯里的那点酒先倒了 他再吸 比较文明 比较卫生 是我们这个彝族这个官雅里面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 对 他这个调节案子的方法 就如同上面那个门门上那个牌子一样 宣卫府 就是安卫 安抚 安抚一下 府卫为主 宣判为府 对 在毕杰这个地方 除了这些历史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迹之外 还有一位人物在当地也很有名气 还是一位美女 来 我看一看 安妮啊 我们地节不仅是古仪圣地 还有一个称号是舍香故里 舍香是谁呢 舍香呢 是我们彝族历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政治家 哦 所以你带我来的这是舍香博物馆 对 走 进去看看 好 舍香博物馆是按照明代彝族吐司的庄园风格建筑 而成 占地面积三万七千多平方米 由舍香墓 洗马池和展览馆组成 哦 这就是舍香夫人像 还真的是英姿飒爽呢 是啊 那舍香呢 十七岁嫁给她的夫君 遗族吐司 矮翠协助她的夫君熟礼 政务 受到我们遗族人民的爱戴 六年之后呢 矮翠病逝 于是乎舍香就代夫涉职 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哦 那岂不是二十三岁就开始从政了 对啊 那么年轻 别看那年轻 用丰功伟绩四个字来形容啊 一点也不为过 哦 是吗 舍香生于一三五八年 二十三岁成为遗族吐司后 为了当地发展日夜操劳 病逝时年仅三十八岁 她逝世后 朱元璋派遣专使调记 并按正三品规格为她赤剑陵园 祠堂 如今的舍香墓已经作为全国重点文物被保护起来 而博物馆则展示了舍香夫人的许多历史功绩 哎 小鱼 啊 这个场景 怎么是两位老先生同时在教孩子呀 这要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那可洋气了 叫做双语教学 怎么回事呢 这个舍香从政以后啊 就从内地引进了许多的贤才之士 来传授汉文化 让我们遗族的文化得到了不断的繁荣和发展 哦 是这样 嗯 安妮 这也是舍香夫人的功绩 我看写是古一道 没错 那当时我们贵州呢山高路远 然后交通闭塞 舍香夫人从政之后呢 她带领她的人民修筑了非常多的道路 从而使大山里的人民走出了贵州 哦 哎 我发现这个石头上还有很深的印记呢 是啊 这就是马蹄印了 哦 哇 这么深的印记 这得多少年才能形成啊 六百多年了 哦 那看来这古一道还真的是历史悠久呢 这舍香夫人还真的是奇女子 功绩真不少 是啊 不过舍香夫人刚开始从政 也是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呀 哦 是吗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舍香 一位女丈夫 刚才说到这个舍香 她的这个后来从政之路还比较曲折啊 刚才我们小片里看到呢 确实她的治理成果辉煌啊 但是在她之前她是经历了一个很痛苦很曲折的过程 那舍香呢那时候放在今天就是一个90后嘛 你想一个小女子坐在这个手掌的位置上 下面肯定不服啊 地方官到处都是起来挑衅她 当时呢这个朝廷呢派了一个钦差 叫马业 他到贵州 处处刁难她 有一年贵州大汉 他非要逼迫舍香 把这个赋税和粮食交齐 这时候呢确实没法交齐 以此为由就把舍香给抓了 不仅抓了 他还对舍香使用了一种极其恶劣的侮辱性手段 就是把他的衣服剥掉 然后呢施以鞭刑 这个更是激起了遗族各部落的这个 强烈的这个反叛的情绪 而舍香啊 他是一眼就看穿了这个马业的阴谋 他有阴谋的 他阴谋在哪呢 他不是侮辱他个人 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手段 来刺激这个遗族首领舍香 然后挑起大家 反叛 反叛的情绪 对 然后既用朝廷去平息叛乱的这个机会 他来坐上舍香的位置 而舍香呢 他看穿了这个阴谋 忍辱负重 带着伤痛回去以后 他反而还去安抚那些各部落首领 就不要上当 不要上当 最后呢 他又通过他特有的这个社交魅力 通过马皇后那儿 把真相又告诉给了当时的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知道真相以后 很被奢香这种精神所震撼和感动 所以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 朱元璋还给奢香赐了个封号叫 顺德夫人 顺应了时代和历史大德 确实是一位妻女子 不容易 而且年龄那么小 碧杰的一位女英雄 所以才给她打造一个博物馆来纪念她 碧杰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一些了 另外一个城市 就是摩洛哥的马拉喀什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非洲西北部的撒哈拉沙漠边缘 有一个神秘的伊斯兰古国摩洛哥 马拉喀什就在他的西南部 他也是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阿拉伯语里 马拉喀什的意思是红颜色 漫步古城你会发现 无论是城墙还是房屋 表面都被红土覆盖 马拉喀什保留有许多伊斯兰风格的古建筑 巴迪皇宫 巴西亚宫 还有宗教学校 精美的装饰让游客们眼花缭乱 置身其中仿佛让人回到了那遥远的中世纪 在众多的名胜古迹中 这座67米高的库图比亚清真寺最引人注目 它也是全城的最高点 它还有个独特的名字叫香塔 因为修建它时 人们往泥土中拌入了许多名贵香料 如今800多年过去了 走进它时仍然能闻到铺鼻的芳香 除了这些 位于市中心的贾马夫那广场 也是游客们必来的地方 它被称为不眠广场 在这里24小时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表演 如今它也是非洲最大最忙碌的市场 我们的嘉宾孟严当然不会错过这里 这是一个在广场上卖水的 它依然保持着以前他们 在长途跋涉时候使用的那些传统的供水 这是供水袋 在形形色色的表演中 最吸引游客的还要数这个 后面声音很吵 这是眼镜蛇摆的摊位 它们的音乐跟蛇的起舞 吸引了很多游客围观 它们通常都会把蛇挂在围观者的脖子上 拖到里面去拍照引起大家的注意 只见五蛇人吹奏着音乐 眼镜蛇像着了魔一样跟着音乐舞动起来 一会儿又像被催眠了一样一动不动了 看得游客们目瞪口呆 虽然五蛇人的表演很精彩 但大家还是不免为它们担心 它们是伯伯尔人 在这个地区大家都有一种养蛇的传统 伯伯尔人的表演引起了梦魇极大的兴趣 它终于鼓起勇气 近距离地感受了一次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 我看见地上有眼镜蛇 剧毒的眼镜蛇 还有一个是沙哈拉蛇叫角魁 角魁它的牙齿一个小洞 会喷出剧毒的神经毒素 你会有多少年和蛇有时间 50年 50年 莫斯大夫花了50年跟蛇在一起生活 莫斯大夫跟我说他有50条蛇 他晚上睡觉说是跟蛇睡在一起 他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蛇了 他对蛇的习性非常非常熟悉 所以他可以让蛇睡觉跳舞 都是随心所欲 全部在他的控制之中 哇 就每次我见到你都觉得 哎呀 有种劫后重生的感觉 对 参与这种表演我觉得太危险了 最终他那个神经毒素 几小时就让你死亡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对 很好奇 这个耍蛇人 他们用的那种音乐 是一种什么样魔力的音乐 能让蛇跟它有一种安全的 对 这个呢 我说我们小时候有看过那个一千零一夜 就可能都会以为眼镜蛇 会听到音乐像文鸡齐舞一样 会跟着音乐 听懂了音乐吗 其实他没有耳朵 他根本就没听力 那放在音乐他听不见 并不是音乐让他跳舞 而是对方给他的一个刺激 才让他跟你一起动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通灵 他能把那个眼镜蛇搞到跟他一样 对吧 就这个原因 但是我上去的时候 他就对我很凶狠地这么传来一下 而他没敢咬你啊 古典镜蛇也说 这哥鲁感觉比我还毒 躲着点 就刚才这个各行各业的 这种五行八座的 有卖东西 有表演的 这个大广场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他马拉克什呢 是在一个古商道 是一个必经之地 因为它在摩洛哥南部 是撒哈拉的门户城市 很多从非洲啊 从撒哈拉过来 必经之地 聚集了大家在这里休闲的 你可以看出来 还是没有太大的建设 古城不变 要建就建新城 所以它的古城的味道 就跟之前一模一样 那个卖水的那个人 刚才你看见那个 一直都在 只不过人 可能他的儿子来了 游客也比较愿意去体验一下 以前的人是怎么喝水的 以前的人是怎么怎么做的 所以我觉得起这个作用 原生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是 刚才看到这个马拉克什 很多的房子 都是红色的那种表面颜色 对 这个城市的马拉克什 它除了红色之外 还有一抹蓝色也很有魅力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蓝色 在马拉克什 除了古城区 还有一处让无数游客 为之惊艳的马约尔花园 当您一脚踏入花园 喧嚣的马拉克什 似乎一下子变得清静下来 这座花园 这座花园由法籍画家 雅克马约尔 于1924年开始创建 此后他将大半生 都用来经营这片花园 这座花园既不同于传统的 欧式花园的大气磅礴 也不似阿拉伯式花园的绚丽豪华 倒是散发着浓郁的东方味道 莲花池塘 竹林小径 东方情调的亭械漏窗 徜徉期间 恍似游览苏州园林一般 然而它又跟苏州园林不大一样 那些似乎有些刺眼的 纯度很高的色彩充斥着整个花园 特别是这种被马约尔所钟爱 明媚而纯净的蓝色 与摩洛哥风格的建筑融合起来 大胆而梦幻 被后人称作马约尔蓝 马约尔花园从1947年 开始向游客开放 1962年马约尔去世 花园也慢慢被废弃荒芜 直到1980年 时尚设计大师圣洛朗出现 他才重换光彩 这个还真想不到 这个时尚设计大师 他曾经在这里居住生活过 他60年代到那边看了以后 他很喜欢 到80年把它买下来了 所以从此 现在这个名字改了 叫YSL 就是圣罗兰的那个花园 它本能又是北非夷的 对 然后移民到了法国 或者欧洲 很多人有自己家乡的情节 所以他回来以后 在这里打造个花园 把它做得更精致 他喜欢这个宁静 更外面有个对立 其实对他的产品啊 或者设计啊 也是有影响的 这些融合的阿拉伯文化 北非文化 跟他的欧洲的 是有影响的 用了大面积的色彩 所以他在这边生活 他非常喜欢 所以他在退休以后 在2002退休以后 就住在了这个花园里面 一直到2008年过世了以后 他的墓碑也在那里 想不到他有这样的 故乡情节啊 对对对 住在这么一个 在一点原始的 一个大的城市的 中间的一个小的绿洲里面 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觉得是很符合他 你进去以后 有一种放下来宁静 所以他目前 联系他会继续 因为他生极了 毫众 מז得 整个小绿洲里面 有很多方法 我说不过 他们只有猜 targeted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带到这儿来了 这竹林里边 难道是吃竹笋吗 咱今天吃的这个 可比竹笋珍贵多了好吗 是吗 这竹林里除了竹笋 还有什么呀 看看啊 再往前走就踩着了 咱今天要吃的是竹笋 这可是真郡皇后啊 竹笋 我印象中竹笋不是也应该 像普通蘑菇一样 是个小伞的样子吗 现在呢它是竹笋宝宝 你看这个都已经炸开了 已经有网状结构了 看到没 看到了里面白色的东西 再长四个月 你就可以吃到竹笋了 再四个月 那我今天岂不是吃不到啊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真的呀 想得真周到 大大哥我们来了 人家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这么多呀 你看你看 长成这样我就认识了嘛 这就是竹笋 对 但是咱们当地盛产竹笋的话 不是吃鲜的吗 吃干的 一个是干的口感更好 二一个呢就是土腥味 在这个晾干的过程当中 都规发掉 哦 是这样 是的 那陈大哥 像这么好的竹笋 要卖多少钱一斤呀 这个啊 这个三百块钱一斤 三百一斤哪 那也不便宜呀 炖一只鸡 也就用到三四根 哦 这样啊 那还行 咱们挑点 好 小鱼告诉安妮 竹笋在当地最地道的吃法 是用来炖鸡 做法其实也很简单 将当地放养的土鸡剁块 用水焯 放入葱姜和盐之后 煮到六成熟 再将用水泡开的竹笋切块 放入锅中与鸡肉一起炖 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哎呀 闻着就好香啊 香吧 肯定我给你盛来尝一尝啊 原汁原味 好 来尝一尝 先尝尝 这鸡肉好筋道啊 咱毕竭本地的土鸡 怪不得 再尝尝竹笋 没想到这竹笋的口感是脆的 而且你看它是这种网状的 所以一口咬下去啊 它里面是吸满了汤汁的 你还可以尝到这个浓郁的鸡油香味 我觉得里面还有一点淡淡的清香味 这应该是竹笋的味道吧 对 是竹笋的味道 真好喝 可是我觉得好像吃竹笋是这两年才开始流行的 是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其实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竹笋呢 就已经是非常的有名气了 是吗 竹笋鸡 其实在很多城市 就要吃这种贵州的美食 都会给你推荐这道竹笋鸡 竹笋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就很有名气了 怎么回事呢 1972年呢 大家知道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特使基辛格访华 中国呢也非常重视他的这次访问 所以啊 连上菜的菜单呢 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挑选 当时在全国各地临选出了几大名菜 其中有一道菜啊 叫这个竹笋芙蓉汤 那里面用的竹笋 就是我们毕杰之金送去的特级竹笋 当时呢 这个周总理据说给他加菜的时候呢 还特别说 这在中国可是大补啊 您多吃点 然后基辛格呢也很幽默说 我都很胖了 我再吃的话我就不行了 最后果不其然 他回国以后啊 美国的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就调侃说 基辛格这一次访问了中国 是不是被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竹笋汤给喂胖了呀 所以还有这么一个历史典故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 七十年代 竹笋的这个美名就传遍世界了 那么为什么竹笋特别好了 这里说到竹笋好的话 就是要说一下它的营养了 好在什么地方 竹笋呢 它我们知道菌类呢 一般都是对人体免疫力有提高的作用 而竹笋呢 作为这个真菌皇后 它的这个免疫力更强 我们那里长寿老人 比如说一个区的长寿老人 多达六十多位 百岁以上的老人 当时有一个国家权威的医学专家组 就过来调查那里面的水土 他们调查水土呢 没调查出什么所以然来 最后就晚上当一口竹笋下去 他们就被那个美味所折服 其中一位专家就说 会不会和当地特产吃的有关系 于是他们就带了一点竹笋的样本 就拿回去研究 结果一研究呢 就意外地发现了竹笋里面 有很明显的抗肿瘤成分 所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可能在我们贵州毕节 这个癌症发病率不高 也和当地长期大量使用竹笋是有关系的 所以两位到了我们毕节 到了至今 我一定会把上好的竹笋汤摆在你们面前 欢迎两位 好好好 我们马上再来看看马拉喀什有什么美食 来看看孟爷给我们带来的新发现 马拉喀什是一个美食天堂 而捷马夫纳广场 就是美食家们必来的地方 尤其是夜幕降临时 空气中弥漫的浓烈香味 刺激着每个游客的食欲 在这里 饼是最常见的小吃 如果您逛饿了 各种各样的烤饼 总有一款适合您 您看 这可不是印度飞饼 它是直接将大包面饼 贴在烧热的铁球上 很快就能烤熟 薄薄脆脆 看上去是不是很诱人呢 马拉喀什的烧烤串 其实也很有名 先在肉串上撒上盐 辣椒粉 孜然等 然后把肉串在烤架上进行烧烤 最后夹在厚厚的硬面饼里 就可以大块朵鱼了 如果说起当地人最爱吃的 还是这叫酷斯酷斯的美食 它是将北非产的小米 用鸡汁蒸熟后 铺上一层奶油再蒸 反复三次 再将各式肉类汤汁淋上 吃上一口 鸡汁的甜 奶油的香 弥漫在嘴里 那叫一个舒坦 然而对于我们的嘉宾孟爷来说 他最钟爱的 还是这种叫瓦罐鸡的美食 把瓦罐从高温的地窖里取出 撕开表面的油腊质 看着这热腾腾的鸡块 从瓦罐里倒出来 你有没有流口水呢 这个看着很香啊 这个做法怎么像我们贵州的做法呢 这个瓦罐 瓦罐鸡 对 这瓦罐鸡的最大特点呢 它不是用 是放在火里烤的 它这个瓦罐鸡是把食材 全放在一个罐里面 最后重要的是一个腊子 油腊子把它封住 然后地上有地窖 一个圆的 里面大概可以放十几个瓦罐 下面用的是一个 不是明火 是炭火 是炭火 并不是火在烤它 是烤这个温度 焖熟的 叫罐焖鸡 这样特别入味 比较松软 但是又又不糜烂的 有一丝丝在里面的 它这个做法 它里面水汽循环 它蒙住的 也不用去添加水分 最后倒出来就是最好吃的美食 肥水没外流 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 你看到有吗 其实刚才不是说到 马拉开戏那个大广场吗 但是这个是很多游客去吃的 当地人并不在那里吃 当地人去哪吃 我吃的那个瓦罐鸡 才是当地人吃的 谁带你去的 就是当地人 当地人是跟我这么说 广场上的东西 给你去领略一下 体验一下 我带你去吃一个 我们外地人到马拉开戏 出差的时候 会特意到这地方 每餐一顿 所以我可以看 在吃饭餐厅里的 餐厅不大 好几个 五六个 都是那些本地人色彩 或者外地人 但不是游客 但不是游客 对 所以他们特爱吃 老板啊 看到我们是中国来的 他可能也比较喜欢中国 所以他听说我们中国 特别热心 结果他干了一件事 什么 他当场拿一张纸 帮我把那个配方给写下来 这主称秘方 就改了 因为我们是月粉 快要过 就是杨内新年 所以他特意写了一句什么 欢迎你们 祝你们中国朋友 什么新年快乐什么 对 以后要是 我有机会去的话 我一定先自爆家门 我是中国人 我觉得应该去一下 如果去那里旅游 大广场是必去的 对吧 但别忘了去尝试一下 我吃的这个瓦罐机 你现在真的就可以在中国 通过那个秘方 开一家 摩洛哥马拉喀什的 这个瓦罐机店 广场上表演的是 遗族铃铛舞 这种舞蹈形式 在碧洁已经流传了 两千多年 铃铛舞一般由男女两队组成 伴随着同龄发出的 清澈的声音 舞者时而抬手后仰 时而坐跃马扬边撞 还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在表演中 舞蹈队形也是变化多样 一会儿方形 一会儿圆形 一会儿又变成了三角形 整个舞蹈中 男子刚健豪放 女子柔美舒展 让人耳目一新 2008年 遗族铃铛舞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遺产迷路 大家辛苦了 这领导舞实在是太精彩了 这位大哥怎么称呼啊 我叫陈虎 您好陈大哥 我看您跳的是特别有力 而且特别好看的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我从12岁就开始学了 这个舞蹈是表现战争场面的 我看还有一些男的舞蹈演员 会抱着这个姑娘转了一下 转转 这个练起来很难吧 很难 因为这个舞动作幅度大 然后节奏也比较快 可见这个铃铛舞看似简单 但其实学起来还真的要下一番功夫呢 遗族铃铛舞 我想是因为他拿这个铃铛做节奏之用 所以叫铃铛舞 这个舞蹈呢 都有什么样的说法 还可帮我们介绍一下 之所以称它铃铛舞肯定是和铃铛有关系了 首先呢贵州在古代呢 它是产良居的一个地方 因为是高原嘛 高原的马耐力特别好 所以那里的战马呢 是非常受欢迎的 而那里的战马呢 一般真正的要上战场之前啊 都要 马鞍上面都要记一个很大 很响的一个铃铛 当后方的战士听到前方的铃铛 还在响说明我们的战马 还在厮杀 还没有倒下 给人以希望和信心继续战斗 铃铛舞其实是为了告慰那些 在牺牲在战场上的那些将士 跳的一种舞蹈 而且说起这个铃铛舞 还有一个挺美的传说 当时一位将军啊 为了吸引和牵制敌军 他就把很多匹马的铃铛 绑在了他自己马的身上 把大部队都引了过来 但是呢 引的过程当中呢 遇到了一个悬崖 他不得不最后跳崖 坠崖身亡了 而他的尸体呢 恰好就被悬挂在了 这个半山腰上 当后来战士去找到他的时候呢 因为太高又弄不下来 于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主要是遗族同胞 为了不让这个尸体 受到鸟的这个啄食 就每天自觉主动地 在山下摇着铃铛 把那些鸟给驱走 把他们赶走 不然他们来杀老这个 所以铃铛舞的名字 就是这么来的 光听名字铃铛舞 以为是这种 遗族的这种男欢女爱的 这种铃铛 想生出来 对 原来还以这个故事 想不到其实是 跟战争有关的一个 看起来很激昂的舞蹈 今天另外一个对话城市 马拉喀什 所奉献给大家的 依然是舞蹈 来 我们看看是什么 摩洛哥的原住民是伯伯尔人 伯伯尔人向来以能歌善舞闻名 由于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很多独具特色的舞蹈 作为摩洛哥皇城之一的马拉喀什 这里保留的舞蹈也很多 有的舞蹈用来祈祷和祝福 有的用来庆祝播种 丰收 这种姑娜什舞 舞蹈是男女身穿民族服装各场一排 女子双臂相挽 男子敲着手鼓边唱边舞 传递着快乐 这种肚皮舞也是马拉喀什 常见的一种舞蹈 热情奔放的姑娘光着脚 身着艳丽的陆琪装 随着变化万千的节奏 摆动臀部和腹部 让人感受到青春的火力 我们的嘉宾孟爷 也多次看到这种肚皮舞蹈 但这次在马拉喀什 看肚皮舞蹈的经历却很独特 以前我们请孟爷来 他在很多地方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包括跟人家一块跳舞 虽然他跳得跟别人跳得不是那回事 但是我觉得您就跪在 参与这是表演我 所以说这次在马拉喀什 又跟人跳舞了是吧 这什么样的独特经历 跟我们说一说 平时上面是独立表演 台下坐的观众 就是这个才是看表演 但我看的经历不一样就是 上面是跳舞 下面比方有石桌吃饭的 他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他在跳舞 音乐一起 他跳完一遍 换第二遍的时候 不是他跳了 第一桌 小冬在第一桌 你跳 接力舞 像我们接力 我们跳什么 我们也跳肚皮舞 音乐不变 我们也模仿他跳肚皮舞 对 还别把这衣服都撩起来 肚皮舞都放出来 一开始通常这样 一开始第一桌 比较害羞 轮到观众表演 都是稍微意思意思 然后都很有礼貌 全部鼓掌 坐下去 第二桌站起来 那毕竟有几桌的女孩子 特别爱表现的 或者舞异也可以的 那不得了 可以站到桌子上跳吗 不可以 他就是幅度大了 动作多了 甚至于你说的 把衣服撩起来 模仿那个 撩起来试一下 到最后就不得了了 最后跳到后来甩头发 就里面 肚皮舞里面有扭 还有一个把头发甩 她的头发很长 我觉得那个挺难 为什么 我觉得头晕 一边甩一边还扭身体 再后来 全跑到舞台上去了 两个女的 三个女的 自己变动 开始狂欢了 对 变狂欢节了 后来 互动 观众成演员了 成演员了 演员成观众了 对 然后演员成评委了 就甩到后来 那是各种甩法了 直过来甩 横过来甩 反正就是逗嘛 大家要表达 当然你还真不适合甩头发 我没头发 没头发 头发少为什么不适合甩呢 女孩甩我觉得好点 为什么 头发长的话 她甩的时候 她那个发尾 它可以保持一点平衡感 对 就像你这头发甩的话 一会儿就甩晕了 像我这个游客 人家原谅你 她在咕咕咚咋 你就下来了 对 人家评委 不会像小冬这样 都是很讲道理的好不好 对 其实那个时候 跳得好坏是棋子 对 参与 比方能热情参与一下 参与 对 好玩 这些观众 这些评委呢 是 就集体转身了 棋子挺性感的 挺好看的 好 感谢两位嘉宾 今天帮我们介绍的 这两个城市 碧杰和马拉喀什 都是带给我们 很多新鲜感的城市 这些新鲜感呢 可以满足我们 十分强烈的好奇之心 让我们带着这颗好奇心 去探访更多的城市吧 城市一对一 品味城市魅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 在中国福建的武平 什么原因让方圆 不足两公里的古镇 汇集了一百多个姓氏 皇帝送来了姓氏 送来姓氏 对 在英国的殷福内斯 尼斯湖幽暗的湖水里 是否真的有水怪 听他讲一讲 最后怎么 一战最怪的 武平一个小镇的美食 竟然端上了国宴 殷福内斯的高地风笛 还曾奏响英雄的号角 城市一对一 敬请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which is the